警局号码可以直接拨打911 洛杉矶环资讯网9月15号 记者GG独家报道 内地和香港的简易名额在不断下降 但是依然有很多华人选择通过香港过境到内地 根据香港政商界多方主流社会的意见 香港预计将会缩短外地敌港的隔离时间 继续迈进加快和海外通关 那么未来也将会更加有利于海外华人经过香港回国 根据香港01报道 在今年7月份内地放宽入境的隔离措施 香港通向深圳的口岸每天是增值2000个 还设有人文关怀名额 8类人士都可以通过香港通关到深圳 但是这样的简易名额是从9月8号开始逐步地递减 让原本2000个的名额直接砍半到1000个 目前提供8类的这个特殊处理当中的也指 缩减到了三类分别是直系亲属 近期病危或者是去世 需要参加法庭开庭人员 以及需要参加重要考试人员 虽然配额减少了 但是呢网友们在平台上讨论指出 现在洛杉矶飞香港的航班几乎是满座的 都没有空座 一位华人的机票代理在15号乡记者表示 他接到的客人的目的地以香港为主 也有经过香港转机去其他地方的 但是本身这些航班的数量没有很多 包括香港飞国内的航班也并不多 他还说直飞中国的话 中国航空公司目前会以官方发售为主 面对内地的收紧政策 有回国网友在9月13号分享了 美国转香港回国的攻略 他说一定要提前订好内地机票 只防万一不能够 这个只能等摇号 那这个网友的飞机呢 是幸运的顺利起飞 现在香港主流社会对防疫隔离有两极看法 一方表示要积极和内地先通关 另外一方则是力保香港国际地位 应该先跟海外通关 但是二者只能够选其一 商界现在呼吁香港尽快对外开放 目前香港政界倾向于支持 换取免酒店简历的0加7简疫 或者是0加3简疫 因为香港即将会在11月 举办多个大型活动 包括金融峰会 国际亲人橄榄球赛 以及金融科技州 香港立法委议员陈凯新说 香港政府应该在9月底 决定11月的防疫政策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 议员姚波良则敦促放置0加3简疫 但是他认为最终要推行到 零隔离政策 根据香港信报的报道 香港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 叶刘书在13号表示 现在没有防疫政策退出的路线图 但是政府完全理解商界关注 由于下半年有多个大型活动 且港府已经非常明白 内地并不会因为香港而修改其自己的防疫政策 认定现在香港直接向外通关的机会 肯定会比直接与内地通关机会要高 政府正在朝着香港和海外实现互联互通 进行的标工作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下9月15日